歡迎收看金曲三三特別企劃 最佳華語男女歌手篇 我是主持人杜忠祐 AKA 斐春忠祐 此影音企劃是由嘻哈龍虎們 與LINE TODAY合作 我們來到台北與高雄的鬧區 做街頭訪問 看看他們心中的歌王歌后會是誰吧 Let's go 你們有關注今年的金曲獎嗎 有看一下 有看一些 微微 稍微看一下吧 每年都會稍微關注 老師有講過但是忘了 音樂老師嗎還是 看到就會看一下 大概會看一下 沒有 頒獎典禮的時候才會看一下 算有 有 今年有大概聽到幾個 有 剛好有一些是認識的 會跟家人一起看 會跟家人一起看 這個 喔 求得 以前的那個Youtube聽到了 推薦有聽過 不小心滑到 然後就點去聽就覺得 還蠻獨特的 如果你這種跟以前的風格比較不一樣 今年這張會比較有動感一點 許君的話是近期才聽到的 不是我的類型 但我覺得還不錯 求得 對我來講他是比較新鮮 聽得很順暢的感覺 你好像跟評審一樣專業 來兄弟 馬念賢 出道這麼久 一次該得一次 那你有聽過他的專輯嗎 有 蠻棒的 從以前就有在聽馬念賢 了解了解 黃旋吧 因為就很帥啊 黃旋看起來就帥 已經很多人這樣講了 我覺得是盧廣仲 我也覺得盧廣仲 你也覺得盧廣仲 我只能是盧廣仲 只知道盧廣仲 感覺盧廣仲 就感覺他有得獎的臉 黃旋 我求得好了 求得就對了 如果是我的話 我個人會比較偏好黃旋 他是比較前衛的一種風格 黃旋 因為我覺得他很帥 我自己覺得黃旋 前一陣子有刷到 然後就會一直重複 我覺得盧廣仲 我覺得還是盧廣仲吧 因為他比較有那種經驗感 啊盧廣仲 我就是他最後的水族館 他的名字加上他的歌曲的名字 讓我覺得很吸引 最後的感覺是特別非常 跟最後的晚餐的 放牌到一個 勵志論 勵志論 就是鼓勵大家可以再得到 他是勵志大家 可以脫得精神 我就問你一個飛狗你要怎麼講 飛狗喔 飛狗就是跟他的照片一樣 意思就是讓人擺自負的情形 盧廣仲 黃旋那個我覺得蠻喜歡的 我很喜歡他那個盧廣仲 我覺得他的歌就是曲風 一聽就知道是他的 我都有聽話 我覺得他是少數就是 沒有頭髮的藝人 然後他可以長這麼好看 盧廣仲 我也覺得盧廣仲 他也有可能 最近他好像比較有 話題感 我覺得應該是盧廣仲 可是我喜歡黃旋 我覺得他蠻大的機會 因為他本來就是有經驗 我覺得黃旋吧 我蠻喜歡他的聲音 看過他的現場表演 我覺得還不錯 我也覺得是黃旋 我看他上節目還有唱歌 我很喜歡他的歌詞 我也選黃旋 黃旋 如果聽他一兩首歌 你一定會喜歡光陶 不是啦 黃旋光陶 不是 黃旋 如廣仲 所以其他的比較沒有在提 比如說黃旋吧 蠻有特色的 網路的聲量也蠻大的 而且我覺得聽進講 蠻容易選那種比較獨特的 比較熟的話就如廣仲 馬念仲吧 我自己蠻喜歡馬念仲的東西 我要支持馬念仲 這有聽過他的音樂嗎 他喜歡這種風格的 哈哈哈哈 如廣仲 因為他去年也有得獎 馬念仲 黃旋吧 因為他之前有跟那個 《絕愛包拉合智英》那首歌 應該是黃旋吧 因為我覺得黃旋他真的很厲害 不開燈覺得不 我覺得那首超厲害 就是他之前的編曲 我覺得每一首 我都覺得超級強 就是強到不行 而且我覺得他太往後 馬念仲也很強吧 郭廣仲也算是蠻強 我覺得他有在升級 這幾年的風格就是偏腐流 可是我覺得有打眾人心吧 不過他一直到很芭樂這樣子 自己是蠻喜歡黃旋的 也希望他得獎這樣 不好意思 我要支持我好朋友 黃旋 他真的是一個鬼才 然後這點就很多這樣 Yellow他們本身樂團也是 很厲害 他們在三年前把我記得 剛開始跟他們合作的時候 那一年好像就得了金曲獎 去年黃旋有入圍 然後沒有得 那今年我就覺得 嗯該該得了 娃娃跟蔡建言 娃娃就是 我覺得他每一張專輯品質都很高 蔡建言啊 因為我有聽某幾首 就我覺得蠻厲害 Foo Burst 喔 心靈被撫慰了 Karen CC吧 我覺得是蔡建言 魏如軒 因為我蠻喜歡他這張專輯 就上班認識的時候都聽 還蠻值的 選蔡建言好了 但也是以一種以前懷舊的心態 懷舊他好像不會喜歡這個詞 魏如軒 也有喜歡他 他有信心 Karen CC 因為最近有在聽他的歌 蔡建言吧 因為他蠻有實力的 魏如軒 魏如軒 唱歌蠻好聽 魏如軒或Karen CC 我也覺得魏如軒 因為我看過他的作品還蠻多的 他這次蠻有機會 魏如軒 我想要魏如軒 一致嗎 對啊 詹文廷 因為我同學很喜歡他 魏如軒 因為認識人都在聽他歌 我蠻喜歡魏如軒 曲風吧 我也是魏如軒 當然是Karen CC 我超愛他的 真的假的 這張專輯我聽超多 真的嗎 那時候剛出來 那個陪你玩到底 我就超愛他 然後蔡建言也很強 蔡建言我也很喜歡 魏如軒 其實他們實力都蠻強的 我覺得最有可能的話 這邊還是蔡建言吧 他比較主流一點 如果這次在拿他的第十作 實至名歸 看他拿第十作 我也覺得很合理 那當他要唱到六十歲 沒關係我聽我聽 Karen CC吧 我覺得他還蠻前衛的 有看你們跟他的影片 我還蠻喜歡的 自己私心喜歡的話 是蔡建言 他這一張回歸到他原本 算是初心吧 對對對 這種感覺我蠻喜歡 一一刀錄之前也有拿新人獎 對對對 超厲害的 我自己覺得有可能是張文廷 雖然沒聽過他這個名字 但是他之前的作品都不錯 自己現在出來感覺比較有機會 他的歌比較有聽過 對 喜歡一一高爐 我覺得很好聽 就是他的旋律跟他的詞 我覺得很療癒這樣子 對對對 最佳女歌手的部分 蔡建亞吧 CC他最近年輕世代很好 可是我又覺得說蔡建亞是 花世代的一個歌后 你覺得蔡建亞 私心希望給Caren CCC 因為我看的是你們的節目 對 有看過我們的節目就對了 比較了解的大概是 魏如軒跟Caren CCC 我會比較偏好Caren CCC 他的東西比較洋派一點 因為我覺得現在 台灣的音樂的口味 也是有越來越接受越來越廣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有機會的 Dale 然後張文廷就對了 因為他很久沒出來了 而且他唱歌很厲害 最先認識的就是張文廷吧 從很早的 Dale樂團 變他的聲音吸引 後面他出一些歌 所以我就會稍微去了解一下這樣 我自己私心支持 然後也覺得 文廷應該會拿進去講 我只知道魏如軒跟蔡建亞 這六位都看過嗎 看過三個 魏如軒 蔡建亞跟張文廷 喔 喔 不是張亞文 啊 不一樣 張文廷 從這樂團出來 然後他自己拍了專輯出來 感覺會很有機會 我比較常聽的是魏如軒 我覺得他的歌曲 我都滿喜歡 魏如軒是我的大愛 我每次是聽他的演唱會是暴徒 因為他每一張專輯 我都有看他說他的心路歷程 其實我覺得喜歡他的人 會覺得 他的親生經驗跟大家都很像 然後他用他自己的方式 把大家的親生經驗說出來 所以感覺更貼切 所以會更喜歡他 我七月會去看他的演唱 而且我是買前面第一套 真的假的 我會大喊大叫說我超愛他 偷地吧 基石嘛 他那張專輯蠻喜歡的 就是全英文那個 艾薇啦 我覺得艾薇之前對也蠻好聽的 梁靜如 我自己個人喜歡天約翰 我覺得還不錯 高爾瑄吧 高爾瑄 你們都是爾瑄米對不對 對 肥春忠祐 好啊就好 我想要Julia再出新歌 我覺得Julia 所以你們是因為Julia 然後在一起的嗎 我們在一起 然後就一直聽Julia的歌 王Adan 王Adan 超愛的 可是他還沒發專輯 可是他最近那個歌很好聽 白浪 喔跟黃柱賢如就對了 維莉安 他們如果可以很容易 對對對對對 怎麼了來一段 我不會啦 欸 人們 很熱 之前有聽余丁蜜啦 很久沒有他們團體 他要講 你有沒有覺得有哪些 怡君之憾 你啊 金曲六三 盧管仲加油 你的歌非常的好聽 看CC加油 希望你可以獲得最佳女歌手 嘻嘻 魏瑄 盧管仲 加油 盧管仲 我很愛你喔 聞聽2022金曲獎 最佳華語女歌手 就是你 以上就是最佳華語男女歌手的 街頭訪問 你就會看好誰拿下 今年的歌王歌后呢 快到影片下面留言區 支持與機器吧 嘻哈龍虎們 LINE TODAY 金曲三三 7月2號晚上七點見